酶是纯净物还是混合物? 酶是混合物,不是纯净物。 构成酶的元素主要有碳、氢、氧、氮和硫等。 此外,还有极少量的磷、浮、氯和酸等元素。 酶和氢是酶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热量的元素,氧是助燃元素。 酶燃烧时,氮不产生热量,在高温下转变成氮氧化合物和氨, 以游离状态吸出。 硫、氮、氟、氯和酸等是煤炭中的有害成分,其中以硫最为重要。 煤炭燃烧时,绝大部分的硫被氧化成二氧化硫, 随烟气排放、污染大气、危害动植物生长及人类健康。 腐蚀金属设备,当含硫多的硫用于冶金链胶时, 还影响焦炭和钢铁的质量。